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萝卜特别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3斤萝卜 洗净之后不用去皮,切成小丁 放入无水无油的干净盆子里 3斤萝卜,加入30克盐 把它充分的抓均匀,腌一夜 第二天腌好的萝卜出了很多水分 我骂水分充分的挤干 也可以放一个纱布袋内 用重物把水分压出来 准备20克糯米粉,倒入300克清水中 搅拌均匀 再倒入锅里,中火,不停地搅拌 把它煮至粘稠,鼓大泡 像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盛出,放凉备用 再准备40克辣椒粉,20克姜 2克虾皮,40克大蒜,20克白糖 韭菜,小葱,适量 先把姜和蒜切碎 再放入一个小碗中 加入虾皮提鲜 把姜蒜汁倒出来,这样会更入味 倒入放凉的糯米糊中 辣椒粉微辣就可以了 最后放入白糖 以及韭菜段,小葱段 把它搅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这样会更加入味 最后倒入萝卜块里 把它抓拌均匀 加入糯米糊 蘸泡,可以很好的包裹住萝卜块 这样腌制的会更快 全程要无生水无油 最后放入无水无油的油厨里 蜜蜂冷糖腌制一周 就可以开吃了 脆爽可口,非常好吃 谢谢